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 就是我今天第二款推介 現在是十一點 十一點八九個字 推介了等待可以等 錶迷吃飯的時候 可以看到豬仔的 第二款推介 這款是一款 復古元素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這款我記得80年代 70年代豬仔未出生 80年代的時候 豬仔上學很羨慕 同學有這款手錶 這款是DW6600 現在是6900 90年代 千禧年代就是6900 這款是DW6600 為什麼豬仔這麼有印象呢 當時就不是這個配色 但是他很有趣的版面 你看到他一格一格跳 一秒跳一格 有些箭嘴頭在那裡 豬仔很有印象 還有就是這個燈 這個紅色的燈 按著它 哇有個G字 在那個 那時候很有型的 有個G字的燈 在那個標盤那裡 豬仔就家境清拼 小時候就 都是借同學仔來看的 哇很羨慕 所以很記得這隻手錶 這隻手錶這次就做了一個復古的元素 採用了一個顏色 很復古的 一個卡其啡色 一個啡色 一個卡其沙色 我們說的標帶是沙色 紅色的按鈕 灰色 灰銀色的標框 這個內影邊框 再襯托了啡色的內影邊框 黃顯白字 黃顯黑字 很棒 很可愛 一秒跳的時候 一格的 標盤 最漂亮的是燈 好了 時分秒針 星期月日 都在這個標盤 液晶體顯示下 可以看完 有個功能 G-Shot一般來說 都是200米的防水 今天就要提一提 用G-Shot的標迷 或者和豬仔買個G-Shot的標迷 首先 所有手錶 基本上 都不建議拿一隻標去洗澡 因為今天有個標迷 拿回維修標 原來他說 他的標入氣 我怎樣撞冷水 浸熱冷水 在水裡面按鈕也好 G-Shot都不入水 都沒有水氣 我就忍不住去問他 原來和盤托出 就是他拿了一隻標去洗澡 入了水蒸氣 所以基本上 就算我現在鏡頭前的G-Shot 200米的防水也好 其實油水沒有問題 但不要拿去洗澡 不要拿去浸溫泉和桑拿 OK 功能鍵Mode 我們按左下角按鈕 按了Mode鍵 就有Alarm 鬧鐘 這個有一個鬧鐘的設定 可以設定鬧鐘 OK 再按 一個時間碼 到計時 1987654321 到計時 很方便 有時候坐車 甚至乎熬下湯 用到計時的功能 可以 好 再去 順計時 stopwatch 跑步做運動 跑多久 目標自己做多久 也是用到計時 順計時 或者 督促小朋友做功課 給他做功課之後 看兩個小時的電視 可以用這個順計時 或者倒計時 也可以 好 接著去到第一個版面 十分秒星期月日 中間剛才說過 是一個燈的按鈕 這個電池可以 非常耐用 可以用到五年 我看看官網的規模 是大電池 可以用到五年 這個錶 採用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不過 所有G-Shot都是耐衝擊的 即是 配搭了樹脂的錶殼 樹脂的錶帶 都是防撞結構的功能 防震防撞 66g 很輕的 66g 看看錶帶 錶帶 採用了沙色 我們說是卡奇色的錶帶 也是用了 膠的油環 還有銀色的不鏽鋼針球 好 看看錶底 錶底是四顆螺絲系韻的錶底 上面寫了Model number 也寫了Stinger Steel Bag Made in Thailand 泰國製造 Water Resist 20個巴 200米防水 四顆螺絲系韻的拉絲 花蜜底蓋 好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錶正面 其實很帥 這個尺寸 要和大家說說 50m的錶徑 對 量度一下 斜量可能沒有 斜量可能沒有 46度 應該計算最闊的一點 50度 最闊的一點 來計算 厚度呢 16 我不知道它怎麼計算 18點多 厚度是16度 16度 16度 它寫了 官網 讀出來是53 好 嘗試戴上去給大家看 戴上去 我自己 感覺上去 覺得很舒適 因為它始終比較輕身 66克 運動手錶 還有 這隻錶撞出來 很正 配色 很復古感 運動感覺 復古的顏色 配搭 好 豬仔推薦 多少錢呢 500元 原裝巷貨 如果你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有回合說明書 保養那些 新的錶迷 不知道 又會問我一次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豬仔有兩隻現貨 500元 500元 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在封面那裏 找豬仔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的手錶 想是左燈店鑼 還是左燈店鑼 好嗎 如果多過兩個錶迷 下個星期應該有回合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 豬仔 豬仔很努力 介紹不同類型的信錶 給你們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鐘仔訂閱 好嗎 一隻 Gshot 復古的6600系列 好 希望你喜歡